明明,你好,今天我要出门和朋友们一起打篮球 你做得很好,体育锻炼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前几天我读了一篇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好处的文章 文章里提到均衡的营养,良好的睡眠,适当的体育锻炼 经常在新鲜空气中散步 所有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强体质,永保青春和延年益寿 你说得对,运动以各种方式促进人的和谐发展 这在我们年轻时尤为重要 因此,建议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定期运动 为健康挡下良好的基础 是啊,在文章中写到 体育运动是一个人生活的组成步 体育运动使人充满快乐,增强了免疫系统 从而使人免受各种疾病的侵害 我们每周进行两次体育锻炼 运动与健康密不可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对各种外部因素 如低温、湿度或热量的抵抗力 确保了生命的健康发展 远程学习结束后,我们一起去打篮球 我也喜欢球类运动 大学时期,我爸爸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 篮球比赛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艰辛的比赛 要成为团队里优秀的球员,需要大量的练习 是的,篮球要求动作的准确性和协调性 快速运球和做出决定 哇,你知道不少 你以前也学过吗? 不是啊,我喜欢各种类型的运动 所以都略有研究 我和爸爸最近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篮球比赛决赛中的传奇比赛 那是在1972年 没有人相信苏联能在那场比赛中获得胜利 但是最后我们赢了 是的,我听说过这场比赛 去年,俄罗斯把这场传奇的比赛拍成电影 电影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是《向上移动》 这部电影很精彩 是的,非常传奇的比赛 爸爸和爷爷一起看比赛 他们为苏联的胜利欢欣鼓舞 如果你喜欢篮球 为什么不专业也学习呢? 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玩非常酷 我没告诉过你吗? 我已经学了五年了 我参加了各类比赛 最后一次获得了第一名 爸爸妈妈来观看我们队的比赛 当我进球时,我总是看着看台 看他们有多高兴 哇,太酷了 我真的很想看你的比赛 等你来到俄罗斯 我们一起去打球 当然,你也会有机会观看我们队的比赛 我等不及了 记住声词 запомните новые слова 均衡 равновесие 营养 питаться 增强 укреплять 延年 продлевать жизнь 和谐发展 гармоничное развитие 免疫系统 иммунная система 侵害 повреждать 精疲力 выматываться 准确性 точность попадания воодушевляться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КУ Жестокий КАНТАЙ Трибуна для зрителей КАНТАЙ